好 我們現在就一一來看一下 首先呢 就從小田田嗎 嗨 來 請就位 如果去板斗 除了要亮眼 紅的 要穿紅的可不可以不一樣的紅 我覺得 我反而覺得 板斗不要穿紅的 因為你跟桌子融為一體 對 你會跟桌子融為一體 它那個塑膠布對不對 都是紅色的桌子 沒有啊 人家現在板斗都有鋪桌巾 紅色的那個啊 比較好收啊 可是當中不喜氣 在人群裡面 你就不會受到矚目 而且因為板斗是在戶外大部分 就是沒有空調很悶熱 紅色會讓人家感覺很痘痘 哪會是熱情如火 一趴火 看你就熄掉了 沒有 那就是光明 你可不可以虛心接受老師的指導 你去光明的燈好了 你是光明燈的 OK 老師 好 來 就是說要紅 然後要喜氣 我覺得要紅要喜氣 然後局部的點綴還是蠻重要 再加上因為在戶外的這種板斗的場合 我覺得 你可以加一點流行性 我覺得是OK的 流行性是什麼 板斗是不好穿的 比如說像今年流行各種的條紋啊 我覺得是蠻清爽的 讚 很漂亮 這個很清爽 這個又清爽 然後又有這種 比如說當季流行的元素 對 然後它又有 你看有紅 有白 所有的婚禮的元素都有 對 而且很像板斗裡面會吃到烏魚 而且很可愛 也是條紋的粉色 然後有加一點那種 眼綴式珠寶化的設計 我覺得這個也還蠻好的 好像比較正式 對 正式一點的感覺 我覺得去板斗 覺得有一點誠意 對不對 對 我覺得去板斗穿的 這種所謂洋裝蠻重要的是 其實甜甜這一件的問題在於 是因為它太 緊了嗎 太直了 那可以怎樣改造 我會讓它換一件一樣有紅的 然後有流行的元素 可是它是橫條紋 橫條紋 你這也是橫條 你這超橫好不好 它閃撞的啊 它是這樣子的 W耶 你這個 你才自然變棋盤的耶 我要換這個條紋的單品 最主要是因為 要把流行性表現出來 那我剛剛講 其實在板斗的場合 你可以流行一點點 不用那麼的拘束 就一定要紅色貼身的 全民粹老師的眼神好像不想看 聊太久了 真的 但存在深秋耶 我們今天來這裡都是要取暖的 你好冷漠 你還不夠暖嗎 你身上都是夠暖了 而且熱情如火了 如果你真的去參加婚禮 你不知道怎麼穿 你至少穿洋裝 我覺得就是人家會感覺比較 對 一般板斗的場合 其實夢程度上 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所以你真的太隆重 比如說太正式的小禮服來 甚至是那種珠光寶氣的來 板斗的場合 其實是 有一點 我今天穿這個就是設定是 在飯店的婚禮 然後是晚上的樣子的 OK 就是一個洋裝 那就是 高雅 很端莊 對 這個去板斗就怪怪的 有一點嗎 對 這樣去板斗就有一點點 太隆重 太隆重了 而且又怕太誇張 所以我還把裡面的 襯的那個 我沒有襯那個 蓬蓬 那個天天那個 蓬沙 對 我沒有去襯那個 就是很自然這樣子 剛才可以吧 這就是很典雅的 很優雅的穿法 那為什麼很多時候 很多是沒有什麼打扮就去參加婚禮 很臨時這種 有沒有 因為很臨時啊 像有時候去錄影 然後只是錄完 那因為錄影的時候 穿的可能就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剛好Vicky就說 我們陪他去參加婚禮啦 就硬要拉著去 那要 妳又不認識 認識啦 傑森的婚禮啦 那因為他就 Vicky就硬要拉著去 那我想說 那他就說要去 大家可以一起去玩啊 所以我想說就去 可是問題是 因為那天就沒有想到 要去參加婚禮 所以穿的衣服就不是很適合 妳完了記者要拍 沒有喔 記者那倒還好 那因為 我是因為看到我王力宏 我就跟他合照 那他因為是伴郎 你知道他穿得很正式 很帥 我跟他拍完照 我自己PO到那個 PO上去的時候 就被大家罵說 你看人家穿得多帥 你自己穿得有多難 而且那個是很大飯店耶 天啊 對 我也是穿洋裝 one piece 你看 我穿這樣跟王力宏拍才對啊 對啊 所以我就跟我說 把我換上去 把我換上去 如果 如果他 你如果當天穿的是我這件 跟他多大 我就是跟你說 沒有想到去參加婚禮啊 所以那時候就真的被罵翻了 其實超傲腦 你知道嗎 如果有機會跟他拍照 居然穿成這樣 對 他穿得那麼帥 對啊 王力宏好帥 對啊 穿好帥喔 所以這也是 因為很多人婚禮他會亂穿 就會像 甄莉剛那套 他會覺得他也是洋裝 但是 他可能材質上 款式上 甚至包括他 胸口那些塗鴉 其實都是很休閒的 對 太休閒了 而且你那個場合 那是大飯店 穿那樣真的 那時候就想說 人家真的 連工作人員都穿得比你好 對啊 但是如果板斗的話 他穿那樣OK的嘛 板斗OK 就OK了 真的OK 對 那曾子晴有穿錯嗎 有 因為像剛剛那個婚宴也是 那天我也有去 然後那天我很蠢 那天就是因為沒有弄頭髮 想說他戴帽子好了 然後就戴了一個大紅帽 就到了現場就傻眼 然後我也不敢跟王力宏拍照 因為那天就戴了一個大紅帽 很蠢 然後這個照片是有一次 但是我去同學的婚宴 因為我原本抱著的 不會去的心態 因為工作會到很晚 殊不知那天通告 很早就結束了 我也沒有戴洋裝 我就只好穿那樣去 妳有沒有安排到 小朋友做的那一桌 沒有 真的 就是也不太會有人想 鳥 因為覺得很丟臉 大家都穿洋裝 就有個人穿那樣 因為穿這樣連去 那種板斗是不是都怪怪的 都怪怪的 超怪的 最好去參加那個小朋友節目 對啊 很後悔 就應該戴洋裝了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小甜甜 讓明川老師翻白眼的小甜甜 要去參加板斗 有水溪 歡迎小甜甜 比較舒服 很有氣質 其實很好看 很適合 清爽 而且 你不要說他很條文 還看起來滿瘦的 很好看 吃起來很好的感覺 就是首先 先把他肉肉的地方全部遮起來 對 好看 手背的地方 大腿根部啊 肚子啊 都先遮起來 然後再利用 我剛剛講 今年流行條文的 因為他是流行性的單品 然後 你看他還是有 其實還是有正式的元素 就是他那個 林口那個網紗的地方 是比較 通常有紗類都會女性化的 所以這一套 就是要讓他看起來又有女人 女人味 然後在板斗的場合又不會太 你知道這是德體 你剛剛那是德體了 你不覺得這樣穿 你 德體跟德體 德體跟德體 可是小甜甜 你不覺得這樣穿比較舒服嗎 就舒服 就還 對啦 因為剛才就要一直吸氣是真的 但是那個眼睛也舒服很痛 就很方便舒服 不是小甜甜 我跟你講小甜甜有一個盲點 他認為 他必須要穿 那麼誇張才會被注意 對 就跟你一樣 每次戴什麼怪帽子在這兒 這個是我這個節目的造型而已 不好意思 我真的你知道就是還是會希望說 就是你知道嗎 你這樣子一樣會被看到 對 因為你就是小甜甜 歷經是一個品牌 你不會好誇張 而且這樣子被看到的小甜甜 是很有質感 大家會真的跟你聊天 不是一直跟你喇喇 對 那會跟我聊天 這樣才可以吸引到 很比較 我覺得說比較那種 要正面的磁場 對 不是來玩的 對啊 就會想要跟我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 連去飯店的婚宴都可以 都可以 如果是飯店的話 我就建議他鞋子換一個是 包鞋 不要這種涼鞋 對 所以這也是要告訴 就是很多觀眾 如果是晚上晚宴 就是去飯店的 盡量穿包鞋 最多就是魚口鞋了 不要穿這種涼鞋 對 晚上的 尤其飯店 不要穿涼鞋 不正式 腳趾 覺得小甜甜這樣子 你會比較想跟他聊天的 請舉牌 全中 全中 自己看看 謝謝 對不對 而且不只想跟他聊天 而且第一個話題是說 哇 你怎麼人變得這麼有氣質的感覺 謝謝 問你的風格 而且你現在這樣穿出去 人家反而想要跟你多 對啊 確定 不是我想要介紹朋友給你認識 介紹朋友 好 那到了婚禮我就這樣去 嗯 你會發帖子給我吧 會 謝謝 歡迎 你要結婚了 謝謝 沒有 謝謝 一開始讓人十分有壓力的小景點 在經過老師的幫助後 展現出成熟優雅的氣質 而利用剪裁 巧妙修飾身材 也是本次改造的重點之一 女孩們 這點可要記下來哦 潘子晴 有 你的這個 來 好 飯店 婚宴 教練老師 有 他有穿 他有穿 包了 包鞋了 對 包鞋 然後 其實因為 詹子女這套說實在話 你說 你問我覺得 O不OK 我是覺得 就過得去 但就是 真的太沒有特色 沒有亮眼的點 那個沒有特色 怎麼會過得去 你給我 被轉過來給大家看 轉過來 那個不是安全褲啦 但是 沒有 不管是不是安全褲都不可以 我會覺得是內褲了 沒有 你如果真要穿褲子 你至少 至少穿白色的吧 我想說黑色 不會很搭嗎 不是這樣很明顯 你會覺得你內褲一直跑出來 對 就知道 就感覺 你穿幫啊 對 天啊 我收回我剛剛的話 哈哈 後面很可憐 那這個紗是OK的嗎 因為後面 怎麼會OK 來 我告訴你 來 給側面給大家看一下 你出門要修一下邊啊 有沒有 這種細節 你看好戲有沒有 真的看好戲哦 而且被勾 來 你等一下 不要動 就勾沙 勾沙就會讓人家看 然後就覺得 對 而且整件看起來好便宜 沒有 而且他 感覺掉蝦 會想放在你裙子那裡 是不是 太過分 最近真的太短 對 太短了 來 他即使穿白的 白色 你看 你看 露出那一塊 給往前 等一下 那個紫晴 你要不要站起來幫大家咬個湯 往前 往前 咬湯 哇 小東西 哇 哎呦 哎呦 就真的很像穿男朋友的那個boxer出來 對 或者是我們打籃球裡面會穿一個那個 男生的短褲 短褲 對 他你會講說 哎呦 我是女生啦 我怎麼會幫人家咬湯呢 對不對 OK好 所以我就坐著啊 紫晴 幫我們拉個花泡 看點 幫我們拉個花泡 花泡在上面 對啦 不是下面嗎 一樣 從下面拿 對 幫我們拉個花泡 你看他後面 拉個花泡 有很明顯嗎 有超明顯的 拉個花泡 好明顯 好險 好尷尬 超尷尬 對 我們真的是尷尬 我們 再長一點有什麼 這也不難看 真的 為什麼 沒有 就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女生 很喜歡就是把 上衣拿來當裙子穿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就是在婚宴場合裡面 白色 裸色 粉紅色的洋裝 其實是蠻基本款的 那你可以怎麼選擇 比如說你一樣要這種 有點浪漫的感覺 其實你可以選像這樣子的 就是它是一件式的 都是同一個顏色 一樣是裸色 然後一樣透膚 這樣子其實在婚宴的場合 看起來會比較正式 它又不會感覺是要去砸場的 像要去當新娘的 你如果這件一模一樣長像是白色 不行喔 裸色OK 因為你白色會給人家婚紗 對 一模一樣的話裸色OK 不能是白色 真的好看 很看 長度這樣子至少知道這邊 長度這樣子就對了 長度也OK 配它的鞋也OK 對 或者是你可以再稍微有點 一樣是白色 但它又是 有一點灰白的感覺 好美喔 喜歡哪一個 你喜歡哪一個 都喜歡 很喜歡 好美喔 但是我要教大家的是 其實在婚宴場合 如果你要讓大家真的注意到你 你其實反而要打破那個邏輯 不要再穿這些裸色白色小洋裝了 因為你站出去一盤 如果你不夠漂亮 你跟大家都長一模一樣 真的啊 所以我要讓它一樣穿白色的 但是有不同的感覺 叫歐美派的 這感覺很帥氣耶 這褲裝耶 褲裝反而亮 這個你就可以幫全桌咬湯了 而且這是兩截的耶 隔壁桌都可以喔 而且會很性感